有不少的人表示,他们在参加圣言法师主持的经济修行活动之后呢,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生活方式跟态度,使得原本消极,无奈,心理不平衡的人产生了180度的转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做那么大的改变呢?当他们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之后,能不能继续维持呢? 让我们恭喜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禅修不仅仅是打坐而已,一定要配合在观念上的疏导和正确的人生观的建立 所以,否则的话呢,打坐呢,这是啊,练身体,练气功,并没有啊,对一个人能够改变他的气质,或者是改变他的啊,心向,以及改变他的啊,人生观。 那我在我们长期中,所教的除了安心的方法,安身的方法之外呢, 最重视,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对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要他们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弄懂了生活的态度和生命的意义啊, 那修行才能够真正得利,否则的话,不一定就是佛教徒,也不一定呢,就是禅宗的修行方法。 所以是现在很多人在教禅呢,不一定是中国的禅宗的禅,也不一定就是佛教的禅,他就是用这个名称而已。 那我说,我们的,对人生观和生命价值意义的建立是从哪儿来,我有几个名词,非常啊,是用中肯而重要的。 那几个名词呢,是这样的,第一,要自作,第二,要自惭愧,第三,要自忏悔,第三,要自忏悔,第四,才能够平安,快乐。 因加起来就是自作,自惭愧,要自作,自惭愧,要自忏悔,忏悔则安乐。 自作是从少余开始的,少余并不等于什么也不要,而是说生活所需的,我们呢,要的,应该要的生活必需品,我们是要的。 要生产,要取的,但是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一些啊,奢侈品,多余的一些呢,虚荣的东西,装饰的东西,就是不需要的。 可是呢,说必需品,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必需品。 出门的时候,你需要车子了吧。 我们要看书的近视眼的人,需要戴眼镜了吧,所以必需品,也是因人而喻。 不同的层次的人,需要不同的必需品。 有的人呢,坐公车就可以了,有的人,仅仅是公车是不够的,他必须一辆,自己要一辆车子。 有的人呢,一辆,普通的车子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辆啊,相当高级的车,才行的。 那都是必需品,必需品,因人而喻,就不应该要的,就不需要用的,东西统统不要,这个叫做知足,这是少用。 那我们就烦恼少了很多了。 第二,那是惭愧。 惭愧的意思呢,我们经常啊,觉得知己,骄傲,自卑,而妒忌,这都是不知惭愧。 惭愧的意思呢,我总是啊,各方面想到是,不如人的地方,对不起人的地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 自己应该更好,但是没有更好,应该对人家更好,但是没有做得更好。 这就是要惭愧。 再好的,再努力的人,还没有到达最高的层次,最高的,最好的程度。 因此呢,时时刻刻以惭愧心来告诉自己,要继续不断地成长努力。 要忏悔,我们不断地在犯错误,大错误,小错误,说错话,做错事,动错念头,误会的伤害人,做错的事情蛮多的,几乎天天都有,这要忏悔。 忏悔并不等于后悔,忏悔就是要负责任,对于我们做错了的事,要认账,要扶起责任来,从此以后希望不要再犯错,如果再犯错,我还要忏悔,希望负起责任来,应该要补偿的要补偿,应该要补救的要补救,不能补救的, 但是只有忏悔心放在身上,放在心里面了,以后如何的等待机会吧,最后,忏悔了以后就能够快乐,为什么? 心安理得,自己呢,心经常是保持平静的,为什么? 我没有什么,心中做了亏心事,始终啊,不承认,没有这样的事,我承认,做了亏心的事,对不起人,对不起人,我负责任,要补救,如果能够这样子,那这个人呢,是一个标准的佛教徒,这个人的人生观,这个人的生命的因应和生命的价值,就能够充分的展示, 在长期的时候,平常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时时要提醒自己,要自作,要忏悔,要忏悔,唯有忏悔,才能够快乐,阿弥陀佛 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有一位居士写信来问道,他曾经在某一个寺院里面,听到近是女这个名词,近呢,是近来的近,是呢,是事情的事 那么他也曾经在杂志上看到报道说,在菲律宾的寺院里面,有一种住在寺院里带法修行的女众,叫做菜姑 那么他们专门协助寺院进行法会活动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什么是近侍女,近侍女跟菜姑又有什么异同呢 我们中国在宋明以后呢,有一种民间信仰,叫做斋教 斋教的名称呢,最早开始叫做无为教,无为 然后呢,然后呢,又有啊,说先天啊,龙华啊,金童啊,在这等等各派 那么这一些教派呢,都是啊,主张三教合一,三教啊,同源 但是呢,他们以佛教为主流,他们采纳道教和儒教的观点 所以是呢,这一些人呢,在外表上看起来跟我们佛教没有什么不一样 佛教的经典他们也念,佛教的餐他们也办,佛教的功课他们也做 说不同的就是啊,他们的观点是从啊,软弹上来的 或者是他们的教主呢,不是释迦牟尼佛,他们有另外的教主 因此,这个斋教之中呢,有一些这个修行的人呢 那么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因此他们因为是吃素的关系 所以称他们为斋教了,斋就是好像就是吃素的意思 所以是呢,女的成为灾姑,男的成为灾公 他们一样的呢,也替人家诵经,也替人家消灾,也替人家超度 跟我们出家的这个佛教徒有一点相同的 因此在像菲律宾的所见到的,其实我们台湾过去也有 不过呢,台湾在啊,日治时代是有这些教派 那么在光复之后呢,这些教派渐渐渐渐渐的呀 跟副教河流 而这些教派的子级本身呢,因为跟副教啊,蛮相近的 他们只见那么清楚了 所以是基础到大陆来的居士和法师们 弘扬佛法的时候,他们就做了大陆的 来的这个副教的法师们的弟子 或者是居士们的学生 因此呢,他们转变为副教 像这样子的这个,就是蔡灯啊 这个哉堂啊,在台湾变成副教的蛮多的 不过近年以来呢 因为有一些学者们呢,在研究哉教 使得哉教徒们呢,他们又在复兴 现在正在复兴中 那么现在还没有出家的哉教徒 还是都是在家的 可是现在问起的那个菲律宾的这个情形 菲律宾的当初啊,那一些菜姑啊 是从闽南或广东 也就是从福建广东 这个两个地方呢 是啊,没有出家的女性 她们呢,相约修行 但是呢,她们也要生活啊 因此呢,就是以梳妆来啊,修行 就是叫做代法修行 有些呢,聚集在一起住 那他们也可能呢,几个人 起一个安堂或者是一个灾堂 那么这些人也跟着华侨啊 移居到,到了海外 其实马来西亚也有 新加坡也有 这个菲律宾也有 因此在菲律宾呢 到现在为止还有几个 这个这样的寺院呢 谁在叫的 那么我们 现在看到他们呢 他们好像都是副教徒 甚至于他们的这个 这个徒众 或者是他们的弟子 第二代,第三代,年轻的一代 他们就是普通人家的女孩 进入灾堂以后呢 做他们的弟子 他们也出家了 但是出家并没有落法 也没有受戒 他们的师父 他们的师公 都是在家生 就是代法修行 所以他们的途中呢 也是代法修行 也有的人 一些女孩子啊 派到送到我们台湾的福光山啊 在福修院里边读书 但是读完书以后呢 有的人愿意出家 但是他们的师父啊 往往不准他们出家 还是要他们回去 因为他们师父没落法 所以说呢 他的徒弟们也应该不落法 现在我们要问 所以那些菜姑 和福教徒里边的 所谓禁食女有什么不一样 福教的禁食女呢 是啊 一般的在家的女众 不管是有没有啊 结婚 嫁人呢 或者是读生的 这样是呢 学佛的在家的女性 都叫做呢 禁食女 但是呢 这个又叫做 梵文叫做幽婆怡 也就是印度的话 但是这里边呢 又要分的禁住女 和禁食女分成两种 所以禁住女 是啊 是清净三宝的女性 她背定啊 就住在寺院里边的 禁食女呢 就是住在寺院里边的 那么这个呢 住在寺院里边的 在家的女性 或没有住在寺院里的 在家的女性 事实上应该都是一样的 叫做优惑怡 但是呢 这个不是拆孤 这个在台湾呢 过去的旧社会 也就是三十年 二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 台湾的社会呢 看到拆孤蛮多的 现在的这些拆孤的情形呢 有来有少 要就是在我们的 佛教理寺院里出家 要就是呢 就是在家的女众 阿弥陀佛 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在一些鬼故事 或者是礼遇传说里面呢 我们常听到 有一些闹鬼的房子 它的地点呢 原本是坟场 或者是刑场 那么这些房子 常常会发生一些 奇奇怪怪的现象 而在现实生活里呢 也有很多人 会声会影的 描述类似的情形 那么究竟学佛的人 在听到这一类的言论 或者是发生这一类的 状况的时候 该如何说明跟处理呢 让我们恭请涉业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第一个我们先要问 真的有这种事吗 第二 这种事可以信吗 第三 如果相信的话 应该是怎么面对它呢 我首先呢 要说 大致上是有的 完全那么逼真 也不一定 有的地方 有的是啊 这是在传说 有的呢 最少数的人看到 有的呢 是啊 许多的人呢 都看到 都听到 都经验到 这种情形 在欧洲 这些鬼物啊 也蛮多的 在美国呢 因为这个 是一个新大陆 像这种 古迹啊 古怪啊 这种情形比较少 那么在东方啊 在一次战争之后 一次战乱之后啊 那像这样子的 闹鬼的这种地方 或闹鬼的情形呢 这是常常可以听到 而我个人 就是遇到过的 就是听到过的 所以不相信 也得相信 那么在香港啊 甚至于就是啊 在香港的总舵府里边啊 办公大楼里边 就有这种问题 那请到神父啊 请到摩斯啊 甚至于请到 我们中国的 副教徒的 出家人 去给他 去啊 放宴口啊 超度啊 像这种事 那么多 曾经发生过的 所以是呢 不完全 仅仅是啊 传说 或者是那个故事 而是呢 真有其事 那么第二呢 我要问 这种事 是怎么发生呢 我们相信吗 有一些人 会遇到 多半的人 是遇不到的 比如说 有人呢 是在台中公园 曾经呢 遇到了 是一个 一个女孩子啊 每天 晚上啊 这个 一到台中公园 去的时候 有个女孩子 在那边散步 头发很长 在一条桥上过去 你再 追过去 看的时候 不见了 那 这个故事呢 我在三十年前呢 听到的 但是听到说而已 假如说 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看 你晚上去看 打个机 看不到 只有 某一个人 或者是某几个人呢 这么传说 那么少数的人 看到的是 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本能够说 它是假 但是 为什么这个少数的人 看到 其他的人都看不到 那表示呢 这一个人 这个看到的人 或者是听到的人 可能呢 他倒霉 所以遇到鬼了 如果没有倒霉的人 大概看不到 也听不到 还有呢 这个神经过敏的 神经质的人 容易看得到 容易听得到 那 神经比较 持动的人 或者是呢 根本 不相信的人 那 可能也不容易 看得到 但是 不相信的人 就看不到嘛 也不至于 但你倒霉的时候 或者是 你也是一个神经 衰弱的人 或者是神经质的人 你就是不相信 可能还会让你看到 所以这种情形呢 我们 从啊 如果是从修说的观点呢 从科学的观点呢 要否定它很容易 因为 不是全部都看到 也不能够啊 一定啊 能够拿给你看 但是呢 从这个信仰的观点来讲 我们应该相信 凡事呢 有凶死的 有啊 混死的 有冤死的 人 这个地方 不管是啊 房子也好 地方也好 也多可能呢 有这种啊 冤鬼出现 那么这个 我们要想 那怎么办 面对着 这样的情形 如果你正好 你仔细就 就发现了 就看到了 怎么办 那是第一个 我们为他念 地藏经 为他念 《阿弥陀佛经》 为他念佛 为他念金刚经 念这些经典 一方面呢 让他 听到了经典以后啊 等于是听到了佛法 能够心开 意解 而不再 怨怨恨恨 那就去啊 转身去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子几没有办法 那就要请 这个 一个团体 这个比如说 请出家的法师 或者是请我们 许多的居士 来给他呢 超度 举行一项遗色 祭祀祭典 这个祭祀 有用吗 有用 这祭祀可以是超度 也可以是叫做 卫灵 他在那个地方啊 没有人 重视他 没有人 这个 注意他 所以是 他不甘心 不甘寂寞 因此呢 给人呢 找一点麻烦 让人家看到他 听到他 那如果呢 我们 做一些 一番祭祀 之后呢 哎 他 他得到了一些安慰 所以人子 没有忽略他 还知道他们在哪地方 因此呢 可以和平共存 那么像这种情形 事实上啊 就比如说台大医院啊 他每年也要祭 在地方法院啊 每年也要祭 有一段时间 地方法院啊 这个有一个院长 他什么都不相信 因为不祭啊 结果 常常有一些 古怪的事情发生 而 这个院长直接就倒霉 后来这个院长来问我 怎么办 我说照祭呀 还继续祭呀 又恢复了 每年呢 一定的定期的祭 然后呢 这个问题渐渐又不见了 阿弥陀佛